太扯了,扯到一个不行,今天早上,去检查昨天新换,但无故爆胎的轮胎,轮胎完好,没动没事,我说,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?老板我要换新的,老板说,可能是有人妒忌你的美车,故意放你轮胎的风,妒忌你的美车,Xia,呵呵呵呵,呵呵我满脑子问号,我说,我把车子停在商场女士停车位,有个保安在那负责开门,而且又有更多更好的车停放着,应该不是。 老板说,就看你是个女孩子,故意弄你的,我回说,我停靠的是女士停车位,是不是要回去看CCTV,做投诉?老板说,不用吧,看到了又能怎样,报警也没用,上次我儿子的车在某商场,也是被偷走某车零件,我女儿在某商场被放break油,我车停靠在家门口附近被刮belly bal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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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lla,生意人竟是编剧我无语,OK,我明白了,我配合演出就是了, 这戏太长,我只好端个台阶,给他下台,其实轮胎店铺,如果好好承认是技术问题,或者是新轮胎放太久,导致漏风的话,我会坦然接受的,毕竟就街坊邻居。 最后,老板开心口说,如果今天晚上,你在外面在漏风,我亲自去帮你换,这不吉利的事情,不要发声谢谢,我就姑且一笑而过。 开XA的宝宝们,要注意了,随时都会有人妒忌你的美车,放你轮胎的风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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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开XA的宝宝们,要注意了,随时都会有人打造点声。 所以,老板开心口说,今早、大嶺的风筹,跟老板开心口说,无论是人的风筹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